台北市寸土寸金 但豪宅卻移动接着移动盖 先前大S汪小飞世纪之战 意外曝光管理费明细 每个月居然要价4.6万 只比普通人月薪 还蛮夸张的 如果能住进去的时候 这些钱就已经不重要了 200万是蛮恐怖的 你一般那个公务 根本就没有什么管理费 好吓人光是管理费 就能吃上400多个鸡腿便当 不过最狂的就属桃猪影员 传出管理费每瓶至多550元 换算下来每年得找200万 月薪4万的上班族 要4年不吃不喝 排名第二的文华院 每瓶500元 每月最高26万 原历信义联请 每瓶则喊价350元 停车场或者是大门的守卫 平时可能超过 就10个人以上驻守 这个是很正常的 圣诞节的公共设施的布置等等 这些都是开销 普通社区单凭管理费 大约120元 豪宅则是200元起跳 超级豪宅管理费 超越一般人年薪 看来是贫穷 限制我的想象 怀宇新闻中品达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愉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